那你这个职业就得降级啊 什么叫职业降级 说白了就是你以前做办公室做项目对吧 你来的就是刷盘子 这就叫降级 因为没有找不到你合适的工作了 你只能刷盘子洗碗 修水电就干这些 我刚才从渡口那拐了一下 我特别不习惯和日本就 就上班点跟日本人走一块 就日本人他很有规律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要一走走一块走 速度都能保持一致 你像我就不行 那咱在北京都是东穿西跑的这种主 你到这儿同一个速度难受得了 你要是并到日本人那个行走的速度队伍里 你就只能跟人家速度一样 要不然前后就会有影响 这跟国内真的太不一样了 很不习惯啊 但是无论跟点长呆的人都习惯 你看他们这个速度 就几乎要是一起走 就都是保持一个速度了 要不然你一慢了 就撞到人家了 你来了这问题还挺多 我简单举个例子 你比如我做电影展示行业的 然后头两天也跟在地的广告公司的人聊过 你甭管电通啊还是什么 那几大广告公司吧 说白了中产过来 相同行业 日本的特点是什么 日本的特点是 它很多那个商家的pop up 就类似于这种临时性的展台 或者临时性的快闪商店 像电通啊 他们都有子公司 他们这种事儿 他就不需要像国内那种公开招标这种 这种方式 那你公开招标 你至少还会产生竞争啊 对吧 竞争中 有各种毛逆是吧 日本的不存在 他给你直接让他子公司做 对吧 就是他们都卷完了 卷完了就是你 来的话 没有什么 直接可以 把你用的东西平移过来 你可能 哪怕自己开个公司 专门做这个 站了站这块 机会都不大 因为你业务没有来源 人家大广告公司 直接交给子公司就做了 竞争都没有 这你可能了解日本这个 估计懂啊 我是也听朋友说的啊 我不懂啊 我哪知道 日本的大公司有那么多子公司 你国内政府招标 发现了 大家互相拼嘛 是吧 各种手段勾心斗角 把上路拿下来 你日本他用指定的 就是子公司给做了 就 没意思啊 那你来了 你都干不了这事 你怎么着啊 那你这个职业就得降级啊 什么叫职业降级 说白了 就是你以前做办公室 做项目 对吧 你来的就是刷盘子 这就叫降级 因为没有找不到你合适的工作了 你只能刷盘子 洗碗 修水电 就干这些 那你就是大部分去欧洲的 都是都是行业降级 原来做办公室了 现在给人家刷锅洗碗 给人家修水电是吧 我是因为喜欢日本文化 我才来了解之后 觉得可能也够呛啊 日本这个玩法和这个西欧不一样 这种东西 也就是咱这个随便说说 好多事也看个人 那有个朋友不留言跟我说 他就喜欢高松吗 他要住高松 我觉得也挺好的 高松人少啊 而且高松有高松港 你天天看着港口看着海 还有勤电对吧 看着那么古老的电车 晃晃悠悠悠悠悠悠 是吧 那电车你坐上去都蹦 日本人很务实的 就那么老的破车 他照样用 咱国家哪有那么老的呀 那天我看火车77年呢 比我岁数都大 好家伙 那个京山县的 TS40那个车 70年代生产 那个车跑水都喘气 我还用呢 就是务实 日本人特别务实 但是你说 京山那么片的地儿 有必要修理电气化铁路 我们根本没必要 德岛四国 全日那轮车 根本就没电气化 那穷地方 说实话 连高铁都没有 到现在也没高铁呀 很务实 日本人特别务实 还有再强调一下 日本是个不错的旅游目的地国家 如果说来玩的话 真的是可以来 来玩啊 体验一下这儿的风土人情什么 投资创业还是要慎重啊 或者不管移民投资创业 日本都要慎重 绝对没你们 大家想的那么好 然后我头两天 跟朋友吃饭啊 他们也提就是 就是什么 你那个精神管理签证过来 他们就睡你 什么叫睡你 他们目的是睡你 这个睡是收睡的睡 不是睡觉的睡 所以你就能了解了 就是他们很容易 把这个精神管理签证 批写了 没那么难的 只要你有合法的这个是吧 企业营生 能够稳定的实现这个B2B的生意 就没问题 而且而且我那朋友说了 很多人都是自己拿钱过来 给自己发工资嘛 这种就属于来日本生活 真生活的 我想的是平移过来 我想在这儿 我有事干能挣钱还能 对吧 还能把自己的这个小生意 或者把自己什么产业玩起来 还能干同行 相同的行业 其实根本不可能 就是你不了解人家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情况 等你真了解 你发现人家大企业全都子公私化了 你自己的食全都自己吃 从上到下 广公司从开始都给你打了包了 从项目策划到项目落地 一气呵成 根本没有你任何机会 你看中国什么 政府你要是一个那个博物馆 那现在要求必须公事 对吧 必须招标 公事招标 你才能拿标吧 就是还有竞争才有各种事啊 对吧 你日本哪啊 日本那广告公司得了标 从头到尾自己都做 大不一样 所以说日本都卷完了 真的卷完了 卷的太彻底了 就卷的你来了都没饭吃 挺好玩的 这卷完了 确实跟咱想的不一样 其实我也说了我的一些看看啊 但是如果说你的 你是从事这个 餐饮 手工业 这种 行业的 你有可能能平一步了 这是有可能的 说白了吧 就是餐饮 手工业这些 靠真正的手工业技术活 而不是靠像我这种 历年来 通过政府关系和这个项目实施 来占钱的人 在日本基本是没有希望的 就是没有希望 因为这边政府关系 不用你任何货 哇 哇 这个地儿 看着好牛 你看人家坐电梯都排队 咱国家上电梯蜂拥而至 你看它这里好多都没开张 但它不是没开张 不不不说错了 它不是倒闭 它是还没开张 现在是刚8点钟 刚9点钟 这边一边都10点以后才开张 好多就11点才开张 这边还有一个神社在施工呢 不进去了 咱也对神社不感兴趣 咱信的是那个 科学 相信科学的人不去那 你看大阪人就这特点 乱扔垃圾 我没开玩笑 就你要日本 你那大阪你看看 何人的 很随意 有些乱扔垃圾的 一点都不少 但是肯定比国内的少一点 那也差不多了 你要细看 就很多河道什么的 真没北京干净 得了 今天就这些吧